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请到了文物历史学家 沈珠女士给我们聊一聊 这栋大楼的修缮的过程 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 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 与修复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以齐心遗产保护 协力社会发展为主题 全方位展示了 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产业盛况 建博会期间 位于英国伦敦金融城的 华宾三一广场10号 作为跨国建筑遗产保护 与修复合作的经典案例 充分展示了当今中国 尊重历史文明 齐心协力守护人类 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 著名书法家教育家 沈一默先生的孙女 资深的文博专家沈珠女士 长期从事文物保护 文博展览 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退休后 沈珠女士担任了 华宾文化基金会秘书长 全程参与了三一广场 10号大楼的修复工作 我曾经在国家文化局 工作了三十多年 建筑博览会应该是 近十年左右 我们和德国共同 就遗产保护 开了这个博览会 今年是第三届 我大概在十年前 从国家文化局离开之后 我到了华宾文化基金会工作 因此这次的博览会的主题 就是要社会齐心共建 共同保护这样的遗产 这么一个大主题 我觉得作为企业的非公募的基金会 走出去对国际的遗产保护 做了哪些贡献 我们是如何负责任地 对世界文明 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 能够展示出来 我也觉得是这次博览会的一个新的亮点 三一广场十号 坐落于伦敦金融城 毗邻伦敦塔与伦敦塔桥 始建于1915年 无处不在的精美浮雕 以及墙壁上镶嵌的胡桃木装饰 无处不彰显着高贵与威严 这里曾作为伦敦港务局总部大楼 这里也是第一份联合国宪章 签署后九会的举办地 在百年臣服中 这栋建筑见证了海上帝国 落日余晖中 喷勃出的最后一瞬辉煌 三一广场十号 这个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文物 是英国的二清文物保护古建筑 所以它英国曾经在一百年前 它是英国伦敦城的两个地标建筑之一 它有特别深厚的历史文化含义 那一个时间它是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因此它的海上贸易 是它的重要经济来源和重要经济支柱 因此它的最大的一个机构 就叫伦敦港务局 它几乎可以支撑着半个英国的财政收入 在1911年的时候 他们就很想建一个能有标志性的建筑 在伦敦的报纸上登出来 当时有170位建筑师去投标 到1912年的7月的时候 才开始揭标 这时候就是当真无愧的 艾德文库珀爵士中标了 当时对他的这个中标评价非常高 评价他制作的就是他投标的这些图板 可以作为当时建筑的模板 从什么时候开始动工呢 从1915年的时候正式动工 我们知道1914年的时候 一战爆发了 但是一战爆发也没有能够阻挡 要建这个大陆的决心 历时七年到1922年 这座大厦才建成 总投资近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在当时的含义是当年的 英国的财政收入的一大半 请全国财力建成了这座大楼 这个大楼建成之后也是非常轰动的 设计方案典雅 庄重 结构规整 逻辑紧密 毫无瑕疵 不需要任何调整和修饰 就是一个大世纪作品 这样的设计 值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将其变为现实 这是当时就是评审委员会 对它这个建筑的一个评价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 每天都有千余人进入 十号大楼中心圆顶建筑缴纳港口税 可惜的是 这片天花板与中心圆顶建筑 毁于二战中德军的大轰炸 库珀爵士 没能看到他心爱的作品 涅槃重生的一天 但他的伟大与创意 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 前赴后继 去重现三一广场十号曾经的样子 这个建筑也是多传 在1945年之前 二战期间被炸了 炸的面积大概应该是 炸了三分之一左右 是被炸掉了 在二战之后多次进行修复 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英国人一直没有放弃修复它 但是它的最重要的部分 中庭一直没有被修复 2010年 中国的华冰集团收购了这栋 保金风霜的宏伟建筑 以国际化视野探索历史文化保护 与现代商业发展的和谐共生之路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 中方为大厦的修复工作 制定了一个预期为三年的工作计划 工作团队召集了来自德国 英国 法国 新加坡 和中国香港的设计师精英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 三一广场10号修复与改造工程 只兼具浩大乃前所未有 面对这栋二级保护古迹建筑 所有规划实施都要符合 繁杂的文物保护与建筑合规要求 并获得正负审批 除了把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细节 完整保留以外 设计师团队又赋予了这栋建筑 更多元的文化元素 因为我是一个搞文物工作很长时间了 我们其实对外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也有很多部分是指着我们肃然起敬的 包括这座大厦的每一个细节的精雕细课 它每一个细节的文化出处都非常鲜明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指着学习和借鉴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 一直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用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符号和元素的时候 外国朋友来了以后也很吃惊 也觉得太美伦美欢了 法国人也把很多中国的文化的元素结合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修复的这个三一广场十号 第一天看见我就跟我说 说的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大厅的墙面 我们想用中国的八卦 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们想用中国的八卦 我们知道中国的八卦分别代表着水 风 土 火 他外国人对这个八卦的理解来跟我来探讨 而且他对八卦的这个方位 因为那个中厅是圆的嘛 我们八卦他是每个方位都有 他把每一个方位标准标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晰 同时呢他用法国人对这个理解呢 他的表现形式不像我们要说是水 他就会是一条大河 你要说土 他就是一个什么样土的表现 他的表现很有现代的这个艺术 在西餐厅 他西餐厅非常漂亮的灯 当时我看完那个灯呢 我也挺震惊的 它那个很像我们中国过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北方 我不太知道中国的南方是否有这样的 中国的北方 我们到过年的时候 会在那个窗上贴一个像吊签似的 是楼透雕的 都是像剪纸一样的这样的花 他的整个那个灯 用这个元素拼接起来 大概上下得有三米高 一米的这样困 一个非常漂亮的灯 在西餐厅 就是他的米其林西餐厅 我觉得就很震惊 我突然就感觉东西方的这个文化是相通的 艺术家的创意 我们不用给人家任何的启示 他就知道什么是最美的 而且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表现出来 三一广场十号项目刚启动就遭遇了挑战 这块地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仓库 在中庭的施工过程中 从地下挖出一只印有东印度公司标志的口袋 里面装有马来西亚海月贝壳 讲述着一段那个时代不为人知的故事 之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遗迹又出土 30名考古学家花了29周时间 让这一遗址重建天日 导致项目停工长达近一年时间 也令建筑本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历史博物馆 发掘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故事 第一层发掘下去 东印度公司称他遗址 他当时确实是再往前的一个实际 东印度公司仓库在那个位置上 挖掘出来了马带 东印度公司的马带 马带里还装着有那个壁壳 这些现在都作为文物了 存在我们大厦的顶层的博物馆 那当发现这样的古遗址的时候 伦敦的这样的文物保护部门就要出来了 要求企业停工开始进行发掘 这一停工就是三个月 对于企业来讲这停工三个月 意味着你会有巨大的成本投入 第一层遗址挖下去之后 第二层又出来遗址了 是古罗马人曾经就是他入侵过英国 一直打到泰伍士河边 就在那个地方驻扎 又发现了古罗马人驻扎的一些遗迹 甚至一些陶片 一些器皿都发现了 也就是说在这座大厦底下 还有很多的历史遗迹 就这些历史遗迹的发掘 企业前后停工将近一年 那我们也没有犹豫 还是要尊重历史 我们也希望让这个大厦 能有更多的文化信号 提供给大家 这些东西至今都保存在 现在这座大厦的顶楼部分 把它作为博物馆了 都陈列在博物馆里头 其实对于东印度公司 中国人其实是有历史伤痛的 但是在这种历史的伤痛 我们也没有排斥它的历史 对于它的过往的历史 我们还是尊重的 我们因此把它的这些历史的遗迹 发现出来的遗迹 我们也摆放在内部 它这证明是一个历史的时代 其实对于古罗马人的入侵伦敦 伦敦人也是有伤痛的 他们也不因为说是 你有这样的伤痛 我就把你的所有东西全部毁掉 我不尊重这段历史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 我作为我讲了这么多年的人民度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 它的发生发展 它都是那个历史阶段 我们一定要尊重 所以无论是从 我们从空间的东西方的这个差异 和这个历史长河的 古罗马人也好 东印的公司也好 我们还是尊重历史 我们把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 同时我们也记住这个历史 通过这样真实地呈现 你才有可能记住这个历史 像战争 我们希望不要再发生 像这种入侵 希望不要再发生 希望像这样的鸦片 不要再输入 我们要走这种 和平发展的道路 因此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 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如今的三一广场10号 不仅成为一级酒店 公寓 米其林餐厅 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 更是中国文化交流中心 还形成了响亮的文化品牌 当东方遇见西方 如今的三一广场10号 不仅成为一级酒店 公寓 米其林餐厅 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 更是中国文化交流中心 还形成了响亮的文化品牌 当东方遇见西方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修复 作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 新闻发布现场 和有一些重要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那一年 羽毛球是全部的冠军 全包揽冠冠军 然后的清空会 也在那个地方举办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就把它定为了中英文化交流中心 2012年我们也举办了几次大型的文化活动 把中国的唯一的 也可以说是世界唯一的陶瓷非物质文化 遗产记忆 龙泉青瓷 放到那个地方展览 英国人非常喜欢 也觉得很震惊 第二呢 我们把梅兰芳大师的 介绍给伦敦的民众 和参加奥运会的各国的朋友 我们展览还没有开幕 但是那个大玻璃是冲在外面的 很多人扒在那个门的玻璃上 往里面看 觉得非常有意思 很震惊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可能对中国的京剧的接触 还是相对比较少 而且我们把梅先生的 都是那个重装的那个图片 放得很大 一人多高的大的图片 在那展览也很震惊 因此呢 从此开始揭开了 我们在伦敦作为 中英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的序幕 此后每年我们都会举行 重大的论坛以及文化活动 向英国甚至是世界各地 来介绍我们中国 和世界文化的包容 交汇 碰撞 因此在这些年 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文化品牌 我们的文化品牌 就叫当东方欲见西方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7年的5月份的时候 因为10年购买到 2017年5月25号正式开业 我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广场音乐会 我们这广场音乐会的主题 也叫当东方欲到西方 我们把梅兰芳的这个唱段 贵妃最久带到了伦敦和多明哥 以及伦敦将军乐团 同台在三一广场10号的后花园 举办了大型的广场音乐会 严引起轰动 非常好 如今三一广场10号的中庭上方 被改造为一个空中花园 中心助力的是名为绽放的雕塑 这座雕塑由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设计团队设计合作 意在展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2017年的时候 在这个大厦正式揭幕的半年之后 我们在那个地方处理授了一个雕塑 我们这个雕塑 就是根据习主席曾经到英国访问的时候 谈到了莎士比亚 谈到了唐先祖 我们把莎士比亚和唐先祖的作品 通过一棵大树来体现 我们把罗密欧和牡丹亭的一些文化元素 做成一个青铜柱的一个大树 我们和中央美院的青年艺术家 做了一个广场雕塑 两米八左右的高 树干部分呢 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们知道那个古城堡和美化 通 头雕的 然后作为树干 然后所有的枝叉 是我们中国的斗拱的形状 托起来盛放了牡丹 表示就是虽然是四百年前 两个人没有见过棉 但是它的文化是相通的 也表示我们中英文化的交流 就像这个大树 参天大树一样 会一直矗立 三一广场十号项目的交付 共用了七年时间 2019年7月 三一广场十号项目 获得伦敦金融城颁发的 2019年度城市遗产奖 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外保护建筑遗产 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性奖项 今年的伦敦金融城的 城市遗产保护奖 对我们的评价 就是七年的专注与耐心 第一个建筑建成用了七年 我们改造又用了七年 见证了七年的专注与耐心 坚固卓绝的改造力整 在重建的过程中的巧思 最大程度减少了 对城市古建和基礼的破坏 同时通过保护改建 满足了伦敦的文化需求 现在变成了伦敦文化的 一个新地标 我们改建和修建的费用 是我们当时购买的四倍 花住了大量的心血 但是这个改建和修建 还没有最后的完成 我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化元素 加入进去 让无论是中国人 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文化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台湾著名歌手娃娃金志娟 以爵士音乐人的身份 为观众轮番演唱了多首金曲 将华语流行乐的岁月经典 融入爵士情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